historic holiday qs canq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我叫于海洋 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他也是主持人 但他唱歌唱得这么不好 但是我没你长得帅啊 要怎么说是主持人呢 特别会说话 多少人曾爱你 青春昏昌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执行 出来了这个带的人不太一样 当时都有谁来着 顾家我弟弟开始 对我一家我妹妹 你一家妹妹 对我大一家我哥哥 阿瑟 你这边也不专一啊 你知道他以前有乐队吗 然后乐队因为每天吃芳面 完了吃亲近 都已经跟他背道而出 我慌了当时 我慌了 我慌了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快乐东北人 我们要感谢极量大豆油的 大力支持 谢谢 非常感谢 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 欢迎三位 快乐东北人这个舞台 报名没有任何条件 每期我们都有两组参与者 来到这个舞台上 他们将通过演唱的形式 带来好听的歌曲 当然了我们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 投票对他们至关重要 每期我们会选择一位 为我们的人气王送给他的是极量大豆油提供的丰厚奖品 大奖 那在这里呢 提醒电视线观众朋友了 你们也是有福利的 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是有摇红包的机会 那在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为你喜欢的参与者投上一票的话 在节目的最后 你就是有摇红包的机会的 是的 还可以发送弹幕商品来讨论 评价这个歌手的演唱如何 那今天是哪两位参与者来到现场呢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云海洋 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确切地说我是一名新生代的 独一无二的婚礼主持人 因为婚礼对每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 新郎和新娘他们从婚礼那天开始 社会责任跟社会的角色都将发生改变 是人的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座里程碑 所以呢 每一对新人 我都会为他们制定独一无二的婚礼现场 独一无二的婚礼对白 我的业余爱好也很简单 业余爱好我喜欢音乐 也喜欢自己写歌 我希望我的歌能够让所有听到的人 都能够感受到幸福 我叫云海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键盘手余雪峰 你说你像在海边那一座疯子 大家好 我是主唱崔忠元 大家好 我是主唱崔忠元 大家好 我是鼓手V3 我们是织余组合 在工作中 我们是XF3的铁三角 在生活中 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兄弟 在一笔中 我们是学一笔的声音 今天来到快乐都美人的这个舞台 我们非常开心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摸摸搭 然后来打个气 一 二 三 加油 有请两组参与者登场 有请两组参与者登场 怎么这么多人 侯伊斯站在这么多人的这个旁边 侯伊斯你离我这么远 感觉有点不适应 来吧 让我们两组参与者 分别跟我们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 打声账户 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军音组合 我是打鼓的是不是 他是鼓手 打鼓的对不对 对对对 我叫余森 好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唱崔中元 崔中元主唱 大家好 我是剑板手余雪峰 余雪峰 这个鼓手我们认识 对吧 我们见过之前呢 也就是参加过节目是不是 之前带的不是这帮人 一会儿咱们再细聊好不好 我们再来认识旁边对不对 到你了 就你一个 是我自己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叫余海洋 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今天这舞台上剩余的好多 我们俩都剩余 还有她 对 我们三个剩余 对 我们三个应该是一个 我多余 不是 你有点多余 主唱有点多余了 这个事 不好整 好吧 那这样 我们现在要跟电视前 观众朋友说 我们投票通道现在已经打开了 如果你认识台上的这几位 或者你不认识看到刚刚他的短片 喜欢哪一组的话 就可以为他们投票了 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然后呢 我们得自拍了是不是 这么多人怎么自拍呀 那我们就得麻烦一下我们的这个 海洋兄帮我们拍一下了是不是 好 让他们先发朋友圈 咱们三个自拍一下 好不好 上这边 好嘞 拍完照之后发朋友圈 告诉自己的朋友 正在快乐东美人 赶快让他们为你投上一票 那接下来我们的非常好的环节 听歌的环节要到了 首先带来第一首歌曲的 就是我们的海洋兄 好不好 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 我爱上很追求 其实没有声音烫草 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声中唱着一把火 遮住日子不合我 把什么交给你 把微笑当作戏 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对你爱爱爱不完 我想要天天圆圆练练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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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願意絲絲點點謝謝去面對 對你愛愛愛不完 相愛原本總是這麼難 都怪著你開始的節奏 我的身體不再由我掌控 這感覺從來沒有過 鋼琴叫代替麥克風 用來釋放你的感受 把什麼都碰在你的腦後 我是海洋跟上我的節奏 我看短片介紹你是個主持人 作為主持人 你還唱歌唱得這麼好 是不是有點不憤了 只是他很生氣 他也是主持人 但他唱歌唱得這麼不好 但是我沒你長得帥 要怎麼說是主持人呢 特別會說話 現在的這個婚禮和我們就是 傳統的婚禮有什麼不一樣嗎 現在的婚禮 其實我們應該感謝很多我們主持界的老前輩 是他們奠定了以前的婚禮主持的模式 但是現在的結婚的人呢 新郎和新娘大部分都是我們80後 或者是90後對不對 大家接受的傳統的教育 但是我們的價值觀呢 思想和跟我們的長輩會不太一樣 都想標新利益 所以說我給我自己定的標準是 每一對新人我都要為他們 私人定制開場白或者是婚禮的現場好多 根據他們兩個人跟他們的溝通和交流 為他們單獨定制把婚禮定位 哎呦 這個主持人請他一次職啊 私人定制的 對呀 專屬類型的婚禮 聽著就好高端 演出的時候認識的 對 因為以前最早的時候我也有唱歌嘛 然後他是舞蹈演員 哦 那舞蹈演員肯定長得都很漂亮 而且身材也會很好 然後他感覺我比較帥嘛 然後就跟他在一起了 但我倆脾氣剛開始很不合了 有沒有見過有兩個人在一起 一天幾乎要吵三架的 火星撞地球的那種 對就正眼睛就開始 因為點小事就開始就吵得起來了 吵起來以後呢 那何必還要在一起呢 何必要在一起 就是離不開呀 吵架氣得心都不行了 但是你就是腦海裡沒有要跟他分開的意思 那我想知道的是 是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認定他就是你的老婆了 我的老婆 他因為要跟我在一起 放棄了大學 大學都不念了 跟我走 哦 放棄學業 對放棄學業 那時候他沈陽大學 那你沒有勸他嗎 我勸他了 我告訴他你要學習 你千萬不能跟我走 然後他說你什麼意思呀 你要出門 你不帶我了是不是 我說沒有 我只是到那個地方去演出 我得賺錢嘛 對吧 然後後來是因為他知道 我要去演出的那個地方 有一個我以前的女朋友也在那兒 所以他這事我必須得去 然後就開始了我們倆的浪跡天涯的生活 那他的父母肯定不同意啊 肯定不同意啊 所以說我感覺很愧疚 但是女孩我覺得現在的尤其是女生啊 在80後或者90後吧 應該是 85後確切的說 他們對父母都有那種叛逆感 那個時候經常是我來勸我的老婆啊 說老婆你應該給爸媽打電話了 是不是 或者是過幾天有時間回家看一看 那時候他也經常跟父母吵架 但現在幾乎沒有了 現在很聽家裡人的話 這是時間的特意你們兩個人 改變這個家庭的環境 對 但如果說讓你今天再重新做一次選擇 當初你還會讓他放棄學業跟著你走啊 如果讓我做選擇的話 我覺得我還會選他 我們兩個在一起怎麼樣 我都願意過下去 多好 那今天那個老婆沒來 但是呢 也給你帶了一份小驚喜小禮物 一小段視頻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通過這樣那個視頻吧 來隔空感受一下你們的甜蜜 好不好 來 請看大屏幕 好 我和老公戀愛八年了 他真的是一個就是 特別好的男人 對我無畏不至 然後對我們這個家 對我們的父母 都是一個非常孝順的男人 我有很多話想對你說 就是最想說的是謝謝吧 謝謝你也在我最想戀愛的時候出現了 然後謝謝你在我最想 嫁人的時候把我洗回家 謝謝你也讓我在 27歲 讓我當老媽 我們的寶寶 還有三個月就要出生了 希望他能夠健康地成長 然後希望 我老公今天能夠比出一個好的成績 我會為他加油 我們全家人都會為他加油 希望大家支持他 謝謝 很厲害啊 我覺得就是 對的人 做了對的事情 在對的時間 對 所以這個 這份甜蜜 希望可以持續下去 那接下來這首歌 唱一首 我們倆結婚以前 我給我的老婆寫的歌 原唱的 我給結婚前 這是為她寫的 因為這輩子我老婆跟我說的 其實讓我最感動的一句話 誰都猜不到是什麼 她說老公 沒事 我們倆就是比如說 生活遇到一點困難的時候了 她走到小區門口 跟我倆散步的時候就會說 老公要不然咱倆 在小區門口烤冷面吧 我估計也能養活了咱們倆 我覺得一個那麼漂亮的女孩 跟著我在一起 這些事都想到的話 這個女人 我會對她永遠好下去 好 就讓我們一起來感受這份甜蜜 為自己的愛人做的這首原創歌曲 掌聲歡迎 好想永遠陪在你身旁 坐在那公園的鞦韆上 數著那星星看夜而亮 手拉著手 我們把歌唱 你說以後做我的新娘 要我永遠把你放心上 我一輩子做你的新郎 中文字幕分享 小鈴鐺 你看看我 我很多小鈴鐺 寶貝 寶貝 我的小鈴鐺 我們倆天生 吃一堆 寶貝 寶貝 我的小鈴鐺 美好的生活我们一起面对 Baby I loving you Baby I loving you Baby I loving you Oh baby I loving you 宝贝宝贝 我的小宝贝 我们俩天生是一对 宝贝宝贝 我的小宝贝 有幸福的滋味我们一起体会 宝贝宝贝 我的小宝贝 我们俩天生是一对 宝贝宝贝 我的小宝贝 美好的生活我们一起面对 非常好听 这里面这个宝贝 就是代表着是自己的这个爱人 我的爱人 我的老婆 这么甜蜜每天充值着音乐的家庭 让人感觉好幸福 对 我们家不光有歌还有舞 以后就唱歌得了 就走唱歌路线呢 别抢我们的饭碗 他不光是主持 唱歌 然后还能给新人安排写词 还兼编导 你说这让我们还怎么糊 你就这样吧 从今天开始别上班 啥也别干 咱家就跟你媳妇抬教德了 这样最安全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到底是有多么的差 这么来了一位 我们的参与者就岌岌可危的 你们就因为这事都多回不干了 真的 多回了 来一个 你要我们咋活 你要我们咋干 来一个 因为我们真的是傻也不会干 别这么说 我们各司其职 做好自己的事情 感受别人生活的同时 也可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 然后之后去感受这个生活当中的 点点滴滴的幸福 和这种甜蜜是不是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生活 也够甜蜜的话 不妨可以发送大幕商品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是不是 或者说也可以录下 一段小视频 发送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也让我们来感受感受 你的爱情甜蜜故事 或者你是不是也有原创歌曲 给自己的爱人 是吧 对 交流交流嘛 对不对 对 那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票 投给我身旁的这一位 非常有爱的 有担当的男人 好不好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就是我们的 第二位参与者 千万回来走开 多少人曾爱你 青春昂上的时间 这时候带的人不太一样 当时都有谁来着 我顾家我弟弟开始 我一家我妹妹 一家妹妹 我大一家我哥哥 阿瑟你这人也不专一啊 你知道他以前有乐队吗 然后乐队因为每天吃方面 完了吃亲近都已经跟他背道而去 我慌了当时 慌了 我慌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东北人 我们要感谢吉良大豆油的大力支持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知音组合 带来精彩的表演 当你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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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 知音乐队刚开始的时候说中间的这个我们这个现在改名字叫什么了 阿森 阿森了 余森 是吧 以前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吧 上过我们在很早之前的一个节目 对吧 对对对 也是非常棒的 今天来了 又来了这个带的人 这些人不太一样 是吧 对 换人了 一样 这是那个 也是新结识的嘛 然后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阿森 你这人也不专一啊 不是 你知道阿森之前的组合都有什么 小舅子 来来来 介绍一下 是不是 之前的组合叫家庭乐队 对 成员都是家里人 都谁来着 当时都有谁来着 当时吧 就是那时候嘛 就是也没有 我比较喜欢音乐嘛 然后在当地 我们家当地也找不到那个就是爱好音乐的人 所以就把家里人组织起来 对 然后有一天嘛 我就发现 我弟弟不唱歌啊 然后我说弟弟咱们为乐队吧 就从这个顾家我弟弟开始 然后有那个 顾家你弟弟 对 然后我一家我妹妹 我大爱家 我哥哥 大爱家 有没有什么几句我们啥的 所以说这全是家里人 就叫家庭乐队 但是你知道他家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要想在我家 我说我想喜欢唱歌 我想组个乐队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啥解散了 因为就是说 毕竟吧 这个东西就是说 不是那么太好做的嘛 也就是 就是说我比较喜欢 可能说 人家 哎呀 我不行了 我挺不住了呀 人家挺不住 天天泡泡泡面都供不上溜呢 是不是 因为你是觉得 这是你的梦想和爱好 人家并不这么觉得 对 我这样 我现在不问你了 我想问一下主唱 你看到了像他这样 然后就会找到你想跟你组乐队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 太不靠谱了 我得帮他呀 我第一反应 我得 我得去 因为毕竟 我们 我们就是 认识的那个 其实也挺是一种缘分的嘛 因为 我是 在校的一名大学生 然后 即将面临毕业了 然后在那个 毕业之前想就是 出去先找找那个 学习学习经验 你马上就要毕业了 对 然后然后那个余哥就是 开了一个琴行 然后通过 在哪开的琴行 在那个星龙山 星龙山 星龙山 星龙山开的 各位广告赶紧做广告 知音琴行 欢迎 这个中小学生 高中生 大学生 乃至于 这个所有的大人们 如果想学琴 想学鼓 想学键盘 想学钢琴 电子琴 这是你想学啥都有 一英俱全 好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是 但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以前有乐队吗 然后乐队因为每天吃方文面 完了是亲近 都已经跟他背道而直 我慌了当时 慌了 慌了 慌了你吃 然后你也愿意加入是吗 吃方文面也行 我吃 你别看我胖 但是我吃的少 有汤就行 其实你是想减肥的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找到你你就同意了 志同道格了应该 那今天呢 还有一首歌要带给我们 对不对 对 这首是谁来唱 这首是我俩的那个合唱 合唱 合唱 是吗 什么歌 怎样 我这里天快又黑了 哪里呢 我这里天气亮亮的 哪里呢 我这里一切都见了 艺 bed 变成长叹 变得更冷 weh 判断 hurdle 就開始寫日記了 而哪裡呢 我這裡天快要亮了 哪裡呢 我這裡天氣很陽熱 哪裡呢 如果 我這裡一切都變了 變得不苦了 我把照片收起了 而哪裡呢 如果 我們現在還在一起會是怎樣 我們是不是開始想愛了對方 想開始是愛啊 我這首 就算天快樂 我們現在還在一起會是怎樣 我們是不是開始明白著對方 想結束是愛啊 你知道 你沒有錯 還硬要我原諒 你沒有錯 你沒有錯 我們現在還在一起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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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開始明白著對方 想結束是怎樣 你知道 你沒有錯 還硬要我原諒 我只能說這個余森在這個樂隊裡面 其實打鼓還是挺好的 對吧 你是想讓他 就是我懂你的意思了 他說就是你以後就打鼓吧 懂不懂 別唱歌了 主唱在那兒呢 其實唱的也是很好的 就是至少就是從他的聲音當中是有他自己故事的 也希望他的這個知音的這個琴行能夠越來越好 對不對 所以記著在我們這個新龍山的老鄉們看電視一定要投票 而且有音樂夢想 有樂隊夢想 很多年輕人在從小的時候就有樂隊的夢想 也要為他們投上一票 至少要支持我們本土的樂隊 對不對 那我們投票通道三秒鐘之後即將關閉 各位抓緊時間投票 3 2 1 投票通道現在關閉 我們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為您揭曉結果 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快樂東北人 我們要感謝吉良大豆油的大力支持 謝謝 是的 今天呢在我們的節目當中呢 同時我們的微信公眾平臺 已經對那些網上的網友開放了 他們將自己的自拍唱歌視頻發送給我們 我們接下來呢可能要通過我們這個電視媒體 來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在網絡平臺上 我們這些網友是不是 我們這些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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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的同樣很精彩 如果你看得非常精彩的話 也可以發送彈幕商品 跟我們一起來互動 在這呢我們要呼籲電視節目 觀眾朋友馬上加入到我們當中來了 那大家呢就要馬上打開這個手機微信 在公眾平臺這呢搜索即是快樂東北人關注 並且把你錄的視頻呢發到我們這個平臺上 我們就會第一時間看到你了 是的我看看今天誰的視頻出現在我們節目當中呢 來請看大屏幕 好了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雅澤 是一名婚禮司儀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為大家清唱一首來自好運的活生 每天站在高樓上 每天站在高樓上 看著地上的小螞蟻 他們的頭很大 他們的腿很細 他們拿著蘋果手機 他們穿著那顆阿滴 上班就要吃到了 他們很著急 哈嘍大家好 我叫黃帥是一名大學生 下面為大家唱一首不分手的戀愛 不知不覺不問 不痛不癢 多少的時光 不確定的某個夜晚消想 淚悄悄流淌 街邊天氣微亮 淡淡月光 我眼路橫長 找尋不到我們 搞不到的緣分被困綁 感覺不到你對我堅強 感覺知道你對我說謊 我安靜聽著小棒 因為那憂傷 大家也可以 如果自己唱歌比較好的話 隨便拍一個視頻 發給我們的平臺 就有機會出現在我們的屏幕上面 還等什麼呢 那接下來各位緊張的時刻到了 要看一下今天來到節目當中的 兩組我們的參與者 究竟誰的票數更高一些的 來公佈結果 恭喜我身旁的海洋成為了今天的人氣王 那你今天要將獲得 其量大得有提供的獎品份 是的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現在手機自動進入一個 搖紅包的見面 還當成嗎 趕快跟我們一起搖紅包吧 好